拜登他又簽署了一個 所有里程被毅的行政命令 開出有關人工智慧AI的手套監管的規定 要求人工智能開發者 必須跟美國政府分享有關測試的結果 BBC又說 這會使美國成為 全球AI監管中心的爭議中心 因為你必須要叫其他國家也要跟你這樣子 那就會呢 要怎麼樣 要圍堵中國大陸嗎 因為他要求說 雲服務的公司 通報他的外國客戶的狀態 如果美國真的要打壓中國大陸的雲服務 那中國一定會建立更強大的 雲服務的企業 中國並不是沒有雲服務 中國百度也有 華為也有 阿里也有 那未來中國大陸的雲服務 會建立得越來越強大 我覺得那你這些 美國的谷歌啦 或是其他的 雲服務的客戶量越來越少 這個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這個就跟美光一樣嘛 對 就跟這個iPhone一樣嘛 你到最後呢 中國也可以 各位手機啊 手機硬核 硬核心 其實 它 很重要 可是它還有一個東西 你不可或缺 就是App 對 App就是有點像手機的靈魂一樣 應用程式 對我們都知道CPU是它的心臟嘛 但是它的App是它的靈魂 難道中國不能夠對於 美國的若干的 例如說iPhone的App做一些限制嗎 一旦有一些App在中國大陸不能用 那你蘋果你在中國大陸 絕對賣不動 對誰要用你這種東西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 那也就是我不需要限制你什麼 我只要限制你App在大陸不能用 因為我可能會有國安的問題 對那就不能用 那就是行了嘛 其實所以我覺得 在很多的企業很多的產品 如果美國要加很多限制 其實中國未來並不是沒有手段 那麼還給你美國顏色 可是你美國一定要完成這個樣子嗎 不過我們客觀的來說一下 AI這個產品 這是一個太新的東西 而且是 AI具有學習能力的AI 太可怕了 我覺得政府監管是勢必要進入的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 如果都對它進行監管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你美國的AI中國敢用嗎 也是會怕啊 也會怕啊 那中國的AI你美國人敢用嗎 所以大家最後總是要建立一套 客觀的AI的監管標準 這個部分裡面不是你美國人說了算 因為中國也是AI的大國 兩大國之間必須要定出 一個標準 不然的話你美國定的標準 中國自己定的標準 那彼此之間分成不同的體系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於整個世界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在這個部分你美國 還是要坐下來跟中國好好談一談 對啊 所以最近的英國也有一些AI的盛會 也邀請中國大陸來參加 因為大陸知道不能是你西方說了算嘛 好那接下來看到說你打壓中國大陸 但是大陸就是打不倒 比如說華為 現在呢 國產的手機的鏡頭感應器也曝光了 說華為小米都要採用啊 尤其呢這個有被發現說之前啊 華為MAT60當中的國產的比例呢 美國零件是零嘛 那現在呢說到手機感應器的這件事情 就要提到的是說 以前啊 MAT之前有用到Sony IMX766的感測器 但是呢中國大陸有一間公司啊 就叫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這個廠商叫豪威 他說在年底呢發布另外一款 叫做OV50K的高端產品 他就是要對標呢 Sony 就是比這個Sony看起來 他的參數還要來得好 小米OPPO Vivo 這些國產的大廠 都要採用他的感應器 傳感器 那要取代Sony 其實中國大陸原本的策略跟態度是說 有錢大家賺 你賺我賺 大家都賺 然後我們這樣的話 可以把成本壓到最低 然後把性價比拉到最高 這樣的話對消費者是最好的福音 所以皆大歡喜 可是你美國硬要用行政力 用安全的理由來打壓華為 而你日本人當美國人的走狗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使中國大陸在這一波中感受到 就是美國跟日本的惡意 美國跟日本的這種毒害 那對不起 在全球的生產供應鏈中 你美國跟日本要扮演的角色就越來越弱化了 也就是說華為先擺脫對你美國的可能性 對依賴的可能性 完全不用你的零料件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日本也配合美國再打壓華為 打壓中國的這些科技產品的話 那中國的科技產品還是受限 所以乾脆自己來 還好中國有蒸汽的企業 對 蒸汽機 蒸汽機 那中國的蒸汽的企業就 我自己能夠做出來了 而且我做得比你收你還要好 那對不起 中國大陸的企業就趨之若物 就往這個中國自己的這些企業 裡面用國產的 那你說你的訂付 訂單就沒有了 說你的訂單沒有 說你的業務當然萎縮 那中國的業務反而擴大了 那請問一下一萎縮一擴大 未來這家的公司絕對可以打敗 你說你以後全世界很多國家的 這些傳感器可能都向中國大陸下訂單 那你說你慢慢的就沒有 為什麼 你自己找的 對啊 你不要跟著美國走 你就不會有今天這個下場 是啊 中國大陸只要投入這個領域之後 就會把賴老師不斷說 打成白菜價嘛 性價比又更好嘛 好 那這個呢 未來傳感器 也許中國大陸也會吃了 全世界很大的份額 好 另外再來看到蘋果 剛才賴老師也說了 自己家人也說不想用蘋果 因為爛透了嗎 現在蘋果要迎接雙十一 也被說賣不動了 你看Apple京東 自營的旗艦店iPhone15的系列手機 領券到最高優惠 會有801元降價的人民幣 然後還有天貓 也說都是降降降 然後被說降的幅度 比i14還要多 譬如說i14 在去年的時候降大概550元 然後14Pro大概是減350元 但是你看它隨便一降就800 700 因為各位觀眾朋友你想 誰要用一個了無心意的手機 只是說它的殼說是鈦金屬 可是大家沒辦法理解 我要為什麼要買一個鈦金屬的殼 然後你說它的遊戲 因為遊戲過熱 所以它必須要降低規格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發覺說 我要花那麼多錢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問說 那未來怎麼辦 他們就說反正能夠用到它的極限嘛 對 因為你台灣就是不能進華為 對啊 如果台灣一旦能進華為的話 如果明年假設民進黨拜拜 台灣能夠進華為 我想情況 希望還有進比亞迪 比亞迪也能夠進來 我想這個局勢就變了嘛 對啊 所以就是意思說 你東西自己不創新 所以雙11 你真的就算降價 可能也許也會賣不動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熱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解控